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如何讲解中国古代神话传说,哈佛果然是世界一等一大学,就教授解读咱们国家关于信仰问题的论调,实在是太有深度。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,在一场讲座中,向台下近千名学生分享,解读中国神话故事,并不下十次用激情的语调。 总结,中国神话故事的内核,中华民族特征,在他的情绪带动下,现场氛围一直热血高涨,他说,我们的神话里,火是上帝赐语的,希腊神话里,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,而在中国的神话里,火是他们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,这就是区别。 他们用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,与自然作斗争,钻木取火面对末日洪水,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,但中国人的神话里,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。 看吧,仍然是斗争,与灾难作斗争,大雨至水。 如果你们去读一下中国神话,你会觉得他们的故事很不可思议。 抛开故事情节,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,你就会发现,只有两个字。 抗争,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,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,显而易见,搬家是最好的选择。 然而在中国的故事里,他们却把山搬开了一公一山,可惜,这样的精神内核,我们的神话里却不存在。 我们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,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,在部落时代,太阳神有,这绝对的权威,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你会发现,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。 太阳神的故事,有一个人因为太阳太热,就去追太阳,想要把太阳扎下来夸复追日。 当然,最后他累死了,我听到很多人在笑,这太遗憾了,因为你们笑这个人不自量力,正是证明了你们没有挑战困难的意识。 但是中国的神话里,人们把他当作英雄来传送,因为他敢于和看起来,难以战胜的力量做斗争。 在另一个故事里,他们终于把太阳设下来了后翼设日,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,可以输,但不能屈服。 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,勇于抗争的精神,已经成为遗传基因,他们自己意识不到,但会像祖先一样坚强。 因此你们现在再想到中国人倔强的不服输精神,就容易理解多了,这是他们屹立至今的原因。 大卫教授的讲座视频被传到社交网站上后,引起国外网友热烈讨论,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了,她化作一只鸟复活,想要把海填平,这就是抗争。 金卫填海一个人因为挑战天地的神威被砍下了头,可她没死,而是挥舞着斧子继续斗争,行天不得不说,这位大卫查普曼教授解读中国神话的角度很新颖,也十分到位。 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是靠着不断与自然,灾难,环境作斗争才延续到现在,但有几个,人想到过,中国人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斗争精神,是如何保持下来的? 老子的天地不仁,以外物为除狗,说的就是要生存就得靠自己,不能靠苍天,这比神爱世人听起来残酷,但非常现实,我们从小听到大,并口口相传给下一代的这些神话故事,体现的绝不仅是故事那么简单,每个文明在初期都是有神论, 但唯独我们的文明不畏惧神,也许正因为我们深刻理解老子的那句话,所以,我们的祖先从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,也因此,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,呵呵,没信仰的民族能存续五千年吗? 实际上,勇于抗争,不怕输,更不恢复,也是我们现代人应有的精神信仰,只有这样,才能做好自己,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,欢迎订阅读史宁金,透过历史现象发掘事件本质,了解更多历史真相。